接下来国际间的消息告诉各位的是 土耳其媒体报导指出 土耳其的国会已经通过批准芬兰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法案 好 这使得芬兰朝着加入北约 已经迈出实质的一步了 另外还要来关心Titalk执行长周寿兹 周四出席了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 在五个多小时的作证当中 有多名议员都在关注Titalk 跟中国大陆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关系 不过呢 周寿兹强调 字节跳动不是中方或是任何国家的代理员 他是一家私人企业 他一再否认Titalk数据跟中国大陆政府有关 也强调从来没有应大陆政府的要求 推广或是删除内容 他表示正在尽一切的努力 确保其1.5亿的美国用户的安全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丁 两个人会谈 当然除了互动备受瞩目之外 甚至就连一旁的士兵也成了焦点了 您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踢正步的方式开门 接着还仰头45度 手指都举到了太阳穴的位置尽力 还会跟着领导人的身影转动头部 网友笑说这是全球最高傲的尽力方式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 一举一动都是全球焦点 就连一旁的士兵也很强劲 直接他们迈开步伐 以踢正步的方式开门 接着敬礼姿势也很奇特 仰头45度手掌心向下 手指举到太阳穴的位置 眼睛头部跟着习近平及普丁的方向移动 俄罗斯仰头这个动作可是历史悠久 早在苏联时期就定为标准的动作 一方面显得人更为挺拔 另外一方面也展现骄傲与自信 两人接受媒体拍照 眼睛的网友也指出 身旁出力巨大的中俄国旗 大约有三个成人那么高 是普丁以前会见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没有见过的 网友就搞笑表示 俄罗斯除了猪子长 就连国旗也很大 尽管70岁的普丁 比69岁的习近平大几个月 当权时间可是习近平的两倍之多 但肢体专家解读 习近平在会谈中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小弟弟一样 另外普丁之前大动作 现身乌克兰被占领区 马利波却遭到外籍质疑师分身 因为二三月在三处不同地点 公开亮相的普丁 下巴形状明显不同 二月在莫斯科的时候 下巴线条最好看 18号的时候下巴就呈现出 向内收缩的感觉 19号前往马利波的时候 下巴又恢复了结实的状态 但却没有二月那么的明显 也让人猜测 普丁不仅使用替身 还不止一个 记者综合不得 好 英国的央行 英格兰银行周四 再度宣布升息了 把基准利率上调 一码到了4.25% 已经创下2008年 下旬以来的最高点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啰 好 希望大家爱用啰 我们下期再见